大家好,我叫吴倩,来自湖北,今年23岁 即将毕业于北京江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应届硕士 今天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应聘一份行政、人事助理或者文案策划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吴倩 小哥好,你好 你好 吴倩,今年是应届毕业,对不对 对对对 现在已经过了应届毕业找工作的季了,对不对 确实是 之前一直在准备考博 所以错过了很多找工作的好机会 所以现在也是比较尴尬,然后找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 其实非你莫属应该算是我人生中的一扇窗 希望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我的阳光 真会说话 你们谁好意思把这扇窗关上 对不对 都告诉你们了,你们是一扇窗 对吧 考完博之后是没考上几年 对对 这几个月又找过什么工作吗 我考过一些事业单位 然后也找过企业也投过 去做过面试吗 有 怎么样感觉 就是面试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你有没有打电话问过 没有问 为什么呢 就是我猜可能这些好的事业单位 包括学校可能是需要找关系 但是我希望我能靠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靠谁的人情找工作 对 但是我想多说一句无欠啊 你是不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 是 你现在在心里面对给自己设的那个标杆在哪呢 五千 就是我希望我能给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带来一些价值 让他们能够因为我感到骄傲 你爸妈现在就因为你骄傲啊 调整心态 好 你不是最棒的 但是你一定有你自己的优势和长项 没有工作经验 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把你自己能力当中的优势和长项表现出来 好不好 好 加油啊 谢谢 提气 说话大声 好 好 来 提问 吴倩我问一下 吴倩我问一下这边 其实你挺优秀的 我看到你中间讲 你又喜欢写作 又想做这个文案的工作 又是什么北京市高校争文一等奖 你能不能跟我们讲讲 你在这个写作呀 文学呀 文字这方面的一些特长吗 这样 你的高校争文一等奖 是哪年的事 11年 11年 是全北京的高校 对 你写了一篇什么文章 是一篇书评 书评 评的是哪本书 马克思传 其实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原因 虽然我选的这个专业 可能很多人觉得比较枯燥 但是我就是属于那种人 一开始我会认真的学它 然后从中感到兴趣 所以我学这个专业 必须得了解一个人就是马克思 特别是他就是有一篇文章 是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发挥他的社会价值 就是这方面出动了比较大 对 那你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什么 切后千年伟人 切后千年伟人 对 里面主要讲到的职业生涯的这部分吗 青年人对职业规划的这部分吗 对 主要是在这个内容上来进行的你的角度切入 对吗 对 好 这也是回答了菜虎的问题 我请问一个问题 我看你的报名表字写得特别漂亮 博士团新成员董本宏 IM2.0 CEO 这是一家以创新文明的互动营销公司 擅长运用最新最好的技术和互联网媒体 高效驱动消费者自主传播或购买 在互动营销领域每预度极高 有得过这么多文学的奖 很有文采 讲话也非常好 但你提到你有兴趣做文案 请问是广告方面的文案吗 是创意方面的文案吗 就是我去年一年在一个基金会实习一年 当时做的就是文案工作 然后 什么文案 涉及有网站的内容的编写 还有文化墙宣传栏的文字的书写 通知 函 函 然后总结 这样一类的文章 所以 我可不可以就这个 就出一个小题目 马上出给他 可以 没问题 你能不能就简单地用这个微博 140个字以内 形容一下你现在的感受 如果你现在马上要出一条微博的话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我在这里看到了一缕阳光 我给你个小建议好吧 顺着刚刚少刚老师的话 就你来这个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像是一个窗户找阳光 对 我的建议给你就是 你不要找阳光 要把自己当成是太阳 好 谢谢 谢谢本红的建议 这二位 初步印象已经形成了 无欠 是去是留 选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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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老总 不用谢 谢什么呀 谢 咱们的表现好 所以他们不走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各样的证书 随后一一介绍 天生我有财 奖学金证书 10年到11学期 至今奖学金是大的奖学金 他和一等奖学金哪个更高一些 这更高一些 好的 10年到11年三好研究生 10年到11年优秀研究生干部 这是他们做的一个项目 获得了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奖 挑战杯的三等奖 研究生会副主席 优秀团干部 学士学位 学位证书 研究生会画 这些证书只是我的一部分证书 因为我不知道要做这样一个展牌 还有好多证书没有拿过来 行了可以了 已经相当好了 曹老师 帮我们分析 吴倩 我先问吴倩一个小问题 那个鞋子是新的是吗 对 今天刚买的 不是太合脚 因为那个鞋子是新的 不合脚 所以他为了让那个鞋子很合脚 走路走得比较有仪态一些 不影响他行走 他会用直血贴贴起来 那我会觉得就这么一个小细节 已经说明这个女孩子 她的执行力很强 当你交给她一个工作的时候 她会很用心地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好 但是她性格当中是不是真的就有太拘谨的地方 对 从她上场到现在 她一直是用右手 然后紧紧地握着左手 确实这个女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她很怕自己失控 很怕自己会做不到百分百的完美 所以我就很好奇 你内心里边完美的那个人是什么样子 对 这个好问题 你内心就怎么做就完美了 其实我也知道完美是达不到的 它是我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 什么样的 你试着说一下嘛 就是不差那一点点 对 其实分方面面都不错 就是内心太脆弱 今后在职场当中 如果受点委屈啊 我估计会哭鼻子 头几年可能这个心理断奶昔会很长 需要一个柔软的环境 吴倩男朋友在 来 欢迎吴倩的男朋友 谁让你上来了 您倒挺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这就往上冲 不好意思 没事 你们是同学吗 是 是同学 对对对 你的专业是 我们是一个导师的 然后我是他师兄 师兄 我一看那价值就是师兄的价值 你现在在 我现在工作了 在哪工作 在一个事业单位 事业单位工作 今天你怎么看吴倩来这找工作的事 按一般大家的思路来说 我们这个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说是上层建筑 上层建筑那很难说放下姿态去 到这个平台上去和最基础的 最最最这个 我们应该面对的这个企业 我们的社会最最有活力的一个单元 那么去找这份工作 那么但是呢 吴倩今天做到了 我觉得这是 这就是他最大的一个突破 而且是他最成功的一面 那么可能我们在非你莫属 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 很多可能 求职者一上来了以后 那么他都是一个很强的强人 那么他能带领这个企业呢 可能冲破一个一百万 一千万 他可能达到这个 但是呢 吴倩他属于一个鼓手型的人物 他可以在这个团队当中 激励大家一起来做 把这个企业做成一个百年的企业 那么我觉得 这就是他最大的优点 说话太吓人了 咋出百年企业了 我们是盼着 百年 刘慧普 你们要是变成百年 想都不敢想 没有我是看不到那天了 到今年刚两年 对 看不到那天了 少刚 男朋友出来以后 男朋友起到了 该起到了作用 就衬托出我们的女选手 是多么的纯良上级 而且废话没那么多 是 男朋友是干嘛来的 男朋友就是用自己破烂的形象 来树立女主角高大的形象嘛 来吧 给吴倩一些掌声 从时十二倍到了 大家二次选择的时候了 如果灯人亮着 主动拳到了吴倩的手里 选择 郁松离开 姚金波离开 没想到对不对 没有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这个过程 以及截止到目前的结果 我希望以后 当你不自信的时候 用这种方法给自己打气 行不行 行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加油 来听一下 十家企业给的职位 来 第一家天津绿子食品有限公司 播出团新成员 唐旭如 英力集团旗下 天津绿子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主打产品橄榄油 英力集团 从事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 是全球最大的垂直一体化 光伏发电产品制造商之一 网站的文案管理 它主要是一个官方网站和我们的官方微博 希望你的才华能给我们企业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宣传力度 好 大街网 我非常喜欢 我觉得潜力非常好 我想提供你三种岗位 然后让你在三个月时间里 在我叫答卷之前 你都做一个月的轮岗 一个是行政的主管的岗位 第二是人事主管的岗位 第三是市场主管的岗位 我希望在这过程里头你能找到一个最适合你发展的一个岗位 剧美优品 我提供的职位是剧美优品的管理培训生 管理培训生 来 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月名 吴倩 我们给的职位就是文案策划这方面 来 咖啡之夜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人力资源部经理助理 优生教育陈浩 我给你的岗位是高级督导 高级督导 对 然后他有一部分行政工的职能 接下来 IM2.0 在IM2.0互动营销里做文案 好的 明白了 来 MBA授权咨询顾问 所有这些即将去读MBA的同学们 给他们做辅导以及联络工作 项目顾问 对吧 来 百合网 你是做红联服务中心的行政助理 好的 来 爱了个活 其实留这灯是给你一个 进入职场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岗位 就是一个助理 但是这个助理呢 他既服务行政部 也服务政府关系部 也服务人事部 有几个总监里都会跟他们有沟通 大概其你也知道了 偏文案的 偏助理的 然后还有管培生的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八盏灯灭掉 再见 许书兄 苏珊再见 刘慧普再见 刘慧普再见 约铭再见 这是要选哪间啊 这是要选哪间啊 饭红再见 莫颖再见 毛颖再见 谢谢你 慕颜再见 现在剩下来三家 咖啡之一 游胜教育 爱乐活 还要再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非常喜欢你 李峰再见 剩下来的两家体验是 优胜教育和 爱乐活 谈钱不上感情 进入的时候你的薪资是 底薪是五千块 然后十四个月工资 好的 那个底薪也是五千 然后绩效加起来大概 七千到八千左右 我们这里还可以有授课 你可能还会给一些老师 会喜欢讲课 还有这些课时的收入补贴 所以一个月 八千到一万左右 差不多这样 我补充一下 不是钱好不好 就是我觉得 对这位女孩子 就是你最需要 还是突破你的心理障碍 其实你是非常优秀的 做爱乐活呢 我薪资就给到这些 但是我相信 在半年之内 展现出真的很阳光的你 好 五千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的选择是优胜教育 还是爱乐活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 再见 我选择爱乐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